我只能够总括一句就是 大家当年太小了 我现在去想起 我都觉得我当时 都一直在工作上 在冲刺 我没有尽到女朋友的责任 我自己都不知道 我觉得如果忽略了对方 然后也都 令到整件事变了质 又或者是大家的成长 我们有不同公司 又或者大家公司文化不同的话 都不是我们自己那一刻 可以主导的事情 分开那时的recover 我又不可以说是用了很多时间 因为我都真的 立刻将自己麻醉了在这个 工作上 那年立刻我已经跟老板说 我想离开香港 可不可以先去台湾做一阵的事情 那我就走了